6月正是金针花开时期 有民众要到花莲的六十弹山赏花 但却跟着导航的路线 不小心在产业道路里头迷航了 花莲山区在台风过后 到处都是倒塌的树木 让他们受困山中 远景集中深置 让民众透过通讯软体发送未知讯息 才成功地找到他们 也在消防队协助之下 拒开树木解救了受困的民众 一对台北来的情侣租了机车 想要上六十十山赏金针花 没想到跟着导航骑却迷了路 更惨的是还遇到路数倒塌挡住去路 他们立刻报警求助 但警方要找到人也花了一番功夫 完全都不是从这边上下 如果你们真的要做功课 可以问当地的派出所会比较快 就是如果你在路上有 路边有看到派出所也可以进去问 我们这边很常处理到 就是跟着导航走 然后走到迷路的 这对情侣一开始打电话报警求助 但是因为受困产业道路 他们也无法确定位置 远景临机一动 先互相加通讯软体好友 再请他们发送位置讯息 才顺利找到受困地点 到了现场透过大声呼喊 才在得到回应之后 确定真的找到人了 两位民众远从台北前来六十弹山以赏花 因为路况不锁 骑车迷失方向 也不清楚受困的地点 只希望警方能协助 于是本所远景 先透过LINE通讯软体 来加对方的好友 请对方回船定位 经了解受困于万林山区 透过的声音呼喊 来与对方做确认位置 虽然找到了人 但是台风过后 到处都是倒塌的树木档株去路 有些甚至重打百斤 金正话虽然美 但是上山的路不好找 地形又复杂 这次多亏警销热心协助 才结束民众的山中惊魂剂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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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